武器神龍市 台灣新聞民 台灣觀眾大家好 我今天來介紹兩位來自 竹北市的貴賓 第一位是竹北市龍會總幹事 馮俊傑總幹事 馮總 歡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任好 竹北市龍會推廣部 黃正宗主任 歡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在另一場 會邀請雜糧班的產銷班班長 何萬卿先生也進場 幾天前我特別去板橋的超市 板龍超市參觀 之前利用假期期間 我也到竹北市的農業產銷班 就他們的市集參觀 非常現代化 我才知道台灣的農會 是台灣之寶 他們的很多直銷站 或很多超市 一鄉鎮 一特色 充滿著台灣農業的多元化 我主持節目又發覺到 我們在都會的人 應該更柔和謙卑 來了解台灣的農業 我們就來看竹北市的農業狀況 這也是我們竹北農民直銷站 直銷站主要就是提供一些 我們當地農民 然後種植的一些農作物 符合當初我們在訂定直銷站的一個理念 就是自產自銷 在地自己生產的地方 直接在竹北直接就銷售出來 用三間股倉的空間打造出農民市場直銷站 清雪膜的設計 明亮官場 不只是匯集各地農會的產品 在地小農的農特產一字排開 新鮮看得見 我們的在地的稻米 也是很有名的 那以其他雜糧類的就是 黑豆 地瓜 小麥 大概就是在這裡 竹北市紅米之鄉 盛產鄉米 農會積極輔導農民種稻 從栽種方式開始指導 產銷班班長曾發生種稻經驗數十年 自家生產的稻米是連年得獎 我們做這個稻米是從民國94年開始 做這個稻米 你要得獎 一定要合理化 吃回品種 有一個關係 還有一個是 是能夠你種植 下肥料 時期 過種 所以你這個人是比較專心 大多數是十一號鄉米 還有一個九號 用竹北鄉米拿到十大經典毫米 農藥一路從兒子傳到孫子 祖孫三代都是農民之光 則是2017年台灣稻米達人冠軍站 季軍 國中畢業之後 然後就跟阿公跟爸爸一起做 紅谷那邊也很重要 你紅谷的方式可以保留米的香味 每天生產幾萬斤的稻米 包裝之後直送農會的農民直銷站 除了稻米之外 產地直送的新鮮蔬菜也是在地小農的驕傲 之前我們都是大量的生產嘛 然後我現在就等於小便機來栽種 產的量都是到我們農會的直銷站 如果量比較多的話都是給國軍護食的這樣 我們這個是純粹是有機的 我們部隊現在也是提供有機蔬菜 都是一定要認證的 在蔬菜包裝場裡還有大型的冷凍倉庫 用來放置提供給國軍護食的蔬果 在地農會自產自銷 對於每樣農產品的利用 更是不斷的求新求變 當初我們配合政府在做這個大量商計劃的時候 我們輔導農民希望農民來利用 第二期來種植這個黑豆的時候 價差太大他們會沒辦法銷售的一個困擾的地方 我們農會盡量能夠協助他們 我們就找了我們一些家政班的班員 我們就開發一些黑豆的一些料理 盡量的黑豆打成黑豆漿 做成蜜黑豆 還可以用黑豆芽包成潤餅卷 做成加工品黑豆粉 提供消費者更多元的選擇 地瓜粉做成地瓜吐司 南瓜燜煮成南瓜飯 在飄香的農會家政班 所有的農作物雜糧 都找到自己的一台 這萊姆啊 它這個跟檸檬的話 它是同科不同索 就堂兄弟 像這個已經蠻大的 它已經不再長大了 它的顏色就變成淺綠了 本來是深綠就變成淺綠了 這個就可以採收了 種這個萊姆也是從民國82年開始做 都一直都是跟農會保持很密切的關係 種植萊姆快30年 曾文貞在農會的補導下 種出一片天 兒子更把他的萊姆 帶到台北開飲料店 多元化的發展 直接受惠農民 提供產銷履歷的平台 就是農會一直想要做的方向 那未來我們將藉由這樣子 一樣把這樣的模式 我們把它放到網路上 我可以協助農民 我認為那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把農產資訊化 農業科技化 小農也可以很跟得上時代 潛農協我引用2500年前 一位古希大職學家 叫做Helacritis 他說往上走的路跟往下走的路 都是同一條路 譬如說這段節目 你可以談形而上的政治現象 政治哲學 但是可以往下走的路 走向基層草根 都是同一條路 所以我改變過去的作法 我沒有主持政論或從事政論評論 全部介紹 花園介紹台班302個農會 我要把它介紹給全世界 佛教說叫功德 基督教叫做回饋社會 所以請同需我為什麼 今天再度邀請到竹北市來 就是說我們希望透過介紹農業 和諧 農業一定是和平的 幫助農民落實團體 提西拉拔後進 希望青龍下鄉 還有推動身心靈的教育 台灣西教身心靈 以及公民人文素養 好 我曾經拜訪竹北市農會 陳盟俊傑總幹事 導覽印象非常深刻 竹北市從一個傳統的農村社會 突然透過竹科以及高鐵 各種交通建設 進化成一個生活指數 甚至於台北還高 完全生活型態變化不一樣 來 談談你的觀察跟心得 請 總幹事請 其實早期我們竹北市 在五六零年代那時候 我們叫竹北鄉 竹北鄉對大家來說 可能是一望 再給我的印象 就是一望無際的這種稻田 那時候我們竹北市 在整個新竹縣來講 還是整個的新竹縣的大梁 整個大米昌這樣子 那隨著高鐵的 科學園區的成立 然後一些高鐵交通設施 然後再加上一些百貨公司 然後一些科技新規的進駐 導致我們這邊竹北的 整個生活圈開始改變了 變得不太一樣了 那從 我如果沒記錯 在2020年的五月份 五月底 我們的人口數是占全縣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說新竹縣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就在我們竹北市 那 所以我們一直從 我們從了一個農業鄉鎮的竹北鄉 變成一個收入最高的竹北市 對 那另外人家說 民以食為天 那我們人一生中最終 一天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 以吃為最重要的 那以前我記得我媽媽要去市場買菜 都要走很遠很遠很遠的路 然後都要提著籃子去傳統市場 那現在竹北 因為剛才我上述講的這些因素 竹北開始的一些市場 也開始在做一些轉變 然後從早期的傳統市場 到現在的一些新興的一些 新興的超市也成立了 那這兩樣的最大的差別 對我們來說 我想是給新貴他們 科技新貴他們一些不同的感受 傳統的還是保留傳統的一些文化 在地的一些文化素質 那也有在地的一些美食的特色 那新興都市就是 新興的一些超市 它就是引進一些新興的 比較特別的一些 陳列的方式 那我想我最重要是 注重在一些消費者的 一些體驗的感受 那在一些新興的這個超市 它給消費者最重要的一個感受 就是一些環境不同 被塑造的那種氛圍 那還有在消費過程的一個 體驗的感受 因為竹北鄉從變成竹北市 有的完全都會 而且非常都會化 它的市民的消費性完全改變了 那麼你作為農會總幹事 就像剛剛看到的農民直銷站 各種這個整個換塑行為 你怎麼因應這個都會化 這是你要掌握這個主軸嗎 來 也請你介紹好嗎 應該是這樣講 在很多年前 竹北這邊的當地的民眾 他就希望說在竹北附近有一個 可以直接購買的一個直銷的市場 這樣就不用特地的跑到一個市區 跑到我們市區來買一些購買新鮮水果 當地的農民也可以把最新鮮的水果 可以直接引進到這個市場來銷售 於是這樣的聲音我們聽到了 所以大概在92年的時候 我們的前總幹事 他就成立 當時還成立了台灣第一座的 這個農民市場 農民市場 從一開始的一兩位農民參加 一直到五六位七八位 一直到現在大概有100多位了 以這樣子的經驗模式 因應小型化的轉型輔導 在地農民使用的生物防治 及友善栽培多樣化的模式經營 採收後的蔬菜 小包裝直接送進農民直銷站 並配合東區民眾 對在地農產品的消費需求 重要的是進入直銷站的農產品 都必須經過農會的審核 甚至我們也會派專人 我們的同仁到田間去做檢查 那所以當時栽種的情況 雖然我們直銷站的門面 那時候並不大 種類也不多 但是可以買到 經過我們竹北市農會把關 驗證過的 精美物聯的農產品這樣子 我自己訪談了非常多農會 到第一現場看 挖掘到在基層草根的農會 或這些幹部 你可以注意到 他們都是抱著素樸之心 以真誠待人 他們的為人組織態度 可怕跟都會不一樣 我今天特別介紹一位特別來賓 竹北市農會的推廣部 黃正宗主任 我想你已經把2.0版的 竹北農民直銷站 做一方新的作為 來 介紹你們怎麼穿轉 請 我想竹北農民直銷站 就剛剛總管事也提到 就是從我們早期農民市場開始 那個是一個最初的開始 那這樣的一個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其實我們已經給地方上來講 給農民有一個可以供銷的 可以供應的地方 也可以直銷的地方 那這一次也這樣的一個 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能夠整個全部改變 所以我們把我們2.0的竹北農民直銷站 能夠在這個展售方面 可以做另外一層的一個提升 那最重要一般來講 我們大概就是說農民這個市集 一般的市集大概就是說 可能就是整個農民要在家裡生產 要種植 然後又要到這個第一線 到這個展售場去做生意去賣菜 或者是賣農測產品 但是這樣的時間 整個是把它比較忙碌的 而且它沒有辦法專心的去種植 但是我們有了這個農民直銷站以後 我們的展售方式就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維持一個初衷 就是我們希望自產自銷 地產自銷的概念 然後能夠讓農民跟與農民 來一起互動合作 然後我們把它建立了這樣一個自銷站 我請教你們這個農民直銷站 一定有最大的亮點是什麼 來 現行主任來介紹 好 那我們直銷站裡面的話 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把它做了一些重新的一個規劃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有新鮮的蔬菜專區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一直在提到 農民市場的這一塊 從以前的50坪 但是應用沒那麼多 但現在還是50坪比較滿滿的 所以重新規劃以後 我們裡面其實可以有很多的蔬果類的 增加了很多的一些品項 那這些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農民所生產在地生產 然後他必須要經過他自己安全採收器 採收以後 然後再必須要做一個 自己的一個分級包裝 然後包裝了以後 就必須要有一個自己的定價 然後再貼標 把它運送上到我們農民直銷站的一個架上 那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讓農民他直接生產的 而且他可以用安全 栽培的模式 我們一直也在輔導農民就是說 他們必須要對這個安全用藥 這一塊的講序訓練 包括很重要的中間 我們也會做一些這個控管檢查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也會有一個 生物檢驗的部分 所以能夠掌控一下 這個農民所供應的這個部分 我自己到竹北農民直銷站參觀 對他所說的完全認同 我希望大家利用週末 像台北 大台北都會去到新竹市 你要經過 回來的時候 就到竹北的農民直銷站 購買那個蔬菜 包括各種產品都非常優秀 我們今天也特別他們帶來 他們的最夯的一些產品 是不是請總幹事 利用最後一點時間來向大家行銷介紹 請 那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竹北當然是 我們最有名的這個 我們竹北的香米這個 這個香米就是剛才 我們剛剛有介紹過的 曾經我們獲得2013 2013 2014年 還有2017年 三次都有獲得得獎的 這是竹北香米 非常好吃 這有介紹我們的地瓜麵 我們這個地瓜麵 是用我們的地瓜粉去直接做成的 這個是非常天然的 非常天然的顏色 這個地瓜麵非常非常好吃 這非常Q 這邊還有我們的一個炊粉 地瓜米粉 這還有這些我們的這個 竹北的這個炊粉 這竹北的炊粉也是非常不錯的 在地我們自己的產品 這都很好 這個蔬菜是我們 竹北算是最有名的 我們的蔬菜產銷班 自己種植的小農的青菜 那自己自產自銷 一直在我們農會 我們的直銷站都有販售 那當天採收 當天下架 當天賣完這樣子 好 謝謝 我這邊特別要請這個 黃志忠主任介紹 我們這邊有萊姆醋 在美國一般萊姆酒 都是做基尾酒的調合 但是你們卻研發出這個萊姆醋 是不是 我們先請你介紹一下 然後我們再試喝一下 來 請 好 那這個萊姆醋 萊姆醋其實是 也是很無意中的 我想我們這個農戶 他真的很認真 因為從以前開始的時候 其實在86年的時候 他剛好我也請他去做了 一個經驗發表 那發表剛好他就種了這個萊姆 是剛好種沒有多久 那這個萊姆 結果他就後來種了成功 因為萊姆他其實很好種 他對於這個土壤的各種的選擇 不太會挑 那很好種 唯一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他很容易會得到就是病 就是病蟲害的這一塊 蟲的害 蟲害的部分像天牛 這個是對他來講 是一個致命的一個天牛 但是他的堅持就是說 他不想要用農藥 他也不要用化學肥料 所以他堅持用自己友善的栽培方法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種植 對於他這樣子的這個成果的話 他有他的一個一個期望 那這個其實這個萊姆的話 應該講萊姆 萊姆開始 這個萊姆有它特色的地方就是說 它其實整個果是很漂亮 然後它是整顆果都可以食用 一般萊姆跟檸檬它的一個差異性是 檸檬它比較圓 比較小顆 它比較會酸 那萊姆的話它本身比較大顆 所以我們這個曾大哥 這就是我們的農民 他把它做了一個改變 就是說去把它加工 用米醋泡這個萊姆 所以變成了萊姆醋 好 這怎麼調合呢 其實萊姆醋它已經就是做好 就是已經跟米醋跟萊姆已經做好泡好 有些越泡越久它越沉 但是我們要喝的時候 也看我們自己的需求那個濃度性 自己再去做調整加 加那個水就可以了 的確是非常好的這個夏季飲料 我們還有一講要來介紹 竹北市不但是竹科的重症 它有非常多的農產品 有地瓜還有各種農業產品 我們下一集再來介紹 感謝總幹事跟主任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